如果说你要建构的这个规则 它是需要比较属性跟属性之间的关联性的话 那它会更复杂 课文就举这个例子来做说明 我们想要去学习一个概念叫做standing up 就是站立起来这种观念 那这边它就是它准备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里面如果说有涂上这种灰色的 就是standing 那如果没有涂上灰色的那种图案 就叫做line 就是一个是站立起来一个是倒下来 我想同学们大家看 那你就可以应该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我们纯粹从这些数字这些属性的数字的值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建构出这样一个规则 如果说它的宽度是大于等于3.5 高度是小于7的话 那就是line 它就纯粹从这几个数据 从这几笔资料里面推出来的一个规则 如果你的高度是大于等于3.5的话 那就是standing 好 那这样的规则 就是传统的这种规则集合 它每一个属性就是跟一个数字做个比较 那就建立起这样的规则 好 可是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怪怪的 所谓这个物体是站立的或是躺下来的 我们应该不会用一个绝对的数字来去判断吧 不会用做说大于等于3.5 然后小于7 对 来决定它是站立或倒下来的吧 好 一般我们不是用这样的观念去给予它这个分类的结果 好 所以看起来我们这种典型的纯粹去比较一个数字来去决定 来去作为一个条件 就是分类的条件是不适合用在这个任务上的 那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事实上更好的规则应该是这样做 就是如果宽度大于高度大于高度的话 那就是Line 那反过来如果高度是大于宽度的话就是Standing 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对于站立跟躺下来的认知嘛 所以 变成说属性跟属性之间他们彼此就做个比较 那用这种比较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建构出符合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概念 好 那 但是你要去找出这样子的那种规则 找出这样的关系 事实上你要用更复杂的语言 而且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出这样的关系 因为你的属性有这么多个 对不对 你这么多的属性里面 两两之间或是甚至三个之间 你要找出这种关系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它是非常的花时间的 那课本这边有提一个简单的解决的方案 就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额外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说 就是说是否is width 是不是小于height 就是宽度是不是小于这个高度 加一个属性 就是回答yes或no 在这个属性里面的值就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yes或no 如果是yes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符合standing的那个规则 好 你只要多加这个条件 多加这个属性 额外的增加这个属性的话 对于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你就是说你要去好好的思考到底要加哪些属性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那这个是 就是在更复杂一点 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物体它可能会跌起来像积木一样一直跌 越跌越高 那跌起来的这个东西是standing的还是lying的 这个你要怎么去定义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规则写的再更复杂一点了 好那比如说如果这个height and the weight the weight of这个物件 x呢它的它的那个高度还有它的宽度 好如果说这个 然后呢 而且这个这个高度是大于宽度的 那这个x呢就是standing 好就是站立起来 好就是一个规则吧 好那那如果说呢 这个规则上面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x上面呢 还有站立的一个什么y这个东西 就是x就是一个积木 然后呢 y也是一个积木 那如果x跟y两个叠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xy组合起来的物体 是站立的还是躺下来的 好那它就可以再建一个新的规则了 说如果上面这个条件符合 那而且呢 y又在x的 is top of y of x 如果y又在x的上面 好那这样x它就是 这个整个物件就是一个standing的 就是站立起来的 好就是你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复杂 好那下面就是更 更加更加的复杂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整个例子 一直不断的重复 重复的定义 因为这些积木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叠起来 那这样叠起来 它最后到底是躺还是 还是站立 这个东西就要一层一层的去分析 好那这个定义 我们就是一个recursive 又是一个递回的一种这样的现象 好 它处理起来就要更复杂的一种模型的语言 才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况 好那这种 这种recursive的这种定义呢 学出一个好的模型 这个也是 也是就是早期的典型的人工智慧 他们在做的研究 那这 幸好我们这课本没有再介绍这东西 好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 好 大家就稍微有一点 就是有点像科普一下 就是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但是 我们不会再花什么额外的时间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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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进一步学习这东西 好 就是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了 好 好 那到这边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 好 Instance Based Representation 好 所谓的Instance就是资料嘛 就是一笔一笔的资料 那以资料为基础的表示法是什么 它的想法就是说 资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 每一笔资料本身 它就是代表某种知识 甚至很微薄的知识啦 所以呢 我们可不可以从知识本身就来建立一个模型 对不起 从资料本身就来建立一个模型出来 好 那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这种想法其实也不会也还蛮实用的准确度也有一定的准确度 那我们把这种这种这种机器学习的做法叫做road learning 或者叫做zz learning 好就是懒惰学习啦 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在学习东西 这怎么说 因为你就是把资料原始的资料就拿来做你的 当做你的那个 嗯 就当做你的知识啦 好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去从里面学 学出任何一些更抽象的 更具体的东西 知识 没有 你没有去学到什么东西 你就直接从这些资料里面 就直接拿来运用来做分类 好 所以叫做lazy 就是叫懒惰学习啦 它没有学什么东西 好 那这种做法叫做 就是我们待会要介绍的instance based learning 好 那这个东西到底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它 事实上啊 我们在这里面唯一去学习的东西 只有学习一个东西 叫做叫做它的那个 应该说你只要去定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它的相似度的函数 similarity的function 相似函数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相似函数呢 来去定义说 你要学什么东西 好 这个做法最典型的技巧就是near neighbor 最近邻居法 好 什么叫做最近邻居法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哦 对我把之前录影的影片我就把它做了一下重新的命名 同学们可以自己根据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这些章节自己就可以再回顾一下 好那这个这一段好刚好就是那时候忘了把它中止录影好所以就连一连续录了 录了好久就连结在一起了 好所以我之后我会把这些影片呢 再把它下载下来放到做一下切割然后再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去 好这之后我会找时间来整理 那你们现在就可以自己从这个档案的这个录影这边自己来回顾 好我来画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看哦 什么叫做最近邻居 什么叫做最近邻居 我画大一点 我在这个白板上面画了好几个小点 这里每一个小点就是一笔资料 你就想象它在一个二维空间上面 就是所在的位置 好那每一笔就是一个资料 好我再画复杂一点 有些资料是黑色的 有些是红色的 代表它是不同的类别 画一下 好就这样简单的画一下 好那这些资料分布在二维空间就长这个样子 好今天呢我有一笔新的资料 这个资料呢它可能就站在 好比如说坐在这里 好 我看就要看 他们哪里比较好 嗯 跑不出了 好 有看到有一个黄黄的 好这个颜色不太 我换一个颜色 红色的 好有一个这个 不对啊红色我用过了 要用 蓝色的 好 我有一个这样的点 好 这个是一笔新的资料点 这个新的资料点 好那我不晓得它是哪个类点 好我现在所有资料我有 我知道它是比如说这个黑色就是属于黑色这一类 红色就属于红色这一类 那我现在有一笔新的资料 好我想要对它做辨识 知道说对它做分类 它到底是属于黑色还是红色那一类 好我要做一个判断 好那这个最近邻居法 它的做法就是这样 好它我们不会学出一个模型 我们只会学说我这个资料啊 在离谁最近 我的最近邻居是谁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点啊 这个这个蓝色的点 这个点啊 他离他最近的邻居有谁 是他吗 这个对不对 这个离他最近 他最近的邻居有谁 有他对不对 好他也是 他也是 好这三个 就是我就去空间里面做比对 我就算距离嘛 每个点都可以算出一个 算出一个距离 好就是像OG的距离一样 算他们的距离出来 然后距离最近的三个 我把它找出来 好就是三个 然后从这三个里面呢 我就看看这三个最近的邻居 他们是什么类别 好比如说这个是最近的 它是红色的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黑色黑色 那 那个 因为红色的只有一票 黑色的有两票 好 所以 就少数 就是多数 多数绝嘛 所以 那我就决定了 好 这一个呢 他就是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因为他的邻居 他的朋友呢 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好所以我这一个点 他就是 黑色这个类比 好 这个就是 刚才 刚才同一篇所讲到的 最近邻居的 分类方法 好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大家在 好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喝茶的艺术 好 那这个最近邻居喔 这个最近邻居喔 他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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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决定的参数 就是你要看几个邻居 好 今天我只看三个嘛 我也可以看多一点 我可以看四个五个都可以 好 那就是看你 看你自己决定 好 那你要看的邻居的数量不一样 好 结果就会不同 好 比如说今天你只看一个邻居好了 结果第一名是他 是红色的 那你就说 他是红色类比 可是你在多看几个邻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诶 其实他好像其实是 黑色的比较多 这个红色的只是不小心跑过来 不小心就是一个 误入歧途的 误入 误入狼群的一只小羊而已 好 那所以你到底要决定要看几个邻居 会对你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好 怎么决定这个邻居的数量 是个大 是个大问题 好 这个就是做 比如说最近邻居搜寻的 搜寻 还有看这个分类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的 好 所以我说这种 所以我们说这种 这种 Instance Based Learning 它其实没有在学什么东西 它根本就没有在学东西 它只是就把资料忠实的就呈现在你眼前 然后看你跟谁最近 你就是属于它 好 就是这样来做 好 好 它也叫Lazy Learning 因为它没有学什么模型出来 好 那这个 这个距离的函数 我们说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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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est neighbor 你要去找这些邻居 你就要先定义好 那个距离的函数什么 你要用Og的距离来算呢 还是要用 什么 还是要用那种什么绝对值的距离来算 都可以 你就是决定好一个 决定好你要用哪一种公式 距离的公式来算 或者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些其他的距离公式 也可以 好 那这个关键就是在 你怎么定义这个Distance Function 好 一般我们就是用Og的距离 就是你可以看到 叫Normally 一般来说 Euclidean distance is used 好 然后呢 我们通常会对这些属性呢 做Normalize 好 这个所谓的Normalize 我们会在 下一 就是明天的那个实习课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这个做Normalize 大概用途是什么 通常就是把所有的特征 的那个集聚啊 把它统一 好 不要让有的特征 影响太大 有的特征影响太小 我们尽量去减少 这个 他们的集聚的 集聚造成的那个误差 好 这个就是Normalize 好 这个是很实用 很 很常见的技巧 我们 下次作业就会 就会 跟大家做实际的说明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属性啊 指它是文字的 它不是数值的话 也可不可以比较啊 可以啊 还是可以比较 可是它的比较就很单纯 它就是如果你是相同的 相同的文字的话 你就是 射成 距离就是射成0 如果不相同的话 就射成1 这个例子就像说 我们的天气好了 我们的天气属性 我们不是 天气不是有什么 Sunny 还有Rainny 不是还有Overcast 有这三种属性 有这三种可能的值嘛 好 如果说今天有两笔资料 一笔资料是Sunny 另外一笔资料 它的天气是Rainny 它们两个不一样 那它们的距离是多少 你就把它射成1 就是距离越大就是越不像 那如果说两笔资料都是Rainny的话 这两笔资料 同样都是下雨天的话 那它们的距离就是0 就是没有差别 你要知道距离就是越远 就代表越不像 越近就代表越像 越近就是越有可能是你的邻居嘛 所以0的话就是越小 就是表示它们是一致的 那如果说它们的描述的文字的值 是不一致的话 就把它射成1 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它就只有1跟0 这两种距离而已 好 那另外呢 这些属性呢 有可能它们的重要性都不同 那这个 你要怎么样去决定它们的重要性 这也是一个问题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给予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权重 比如说像天气、温度、湿度 还有有没有风 这些不同的属性值 对于最后你可不可以出去玩 可能影响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直觉上来说 可能是 也许湿度就是很大的 比重就会比较高 有时候也许外面大太阳 天气很热 温度也很高 可是你的湿度不高 就是你是比较干燥的 那这样其实出去玩 可能觉得还蛮舒服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 也许就是 湿度这个 湿度这个属性的值 它应该给予比较高的权重 那这样子 在判断 做最后的那个分类的时候 它可以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 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那种结果 好 所以不见得所有的属性呢 都是相同的重要性 你可以给它一个不同的权重 那权重要怎么给 这又是一个学问了 那有的演算法 它就可以 有的机器学习的模型 它就可以 帮你算出这个权重 告诉你哪一个 哪一个属性是比较重要的 好 刚才说的这个 这种instance based learning 它虽然都没有去学任何东西 好像听起来 这样还不错 可是它有个问题 就是 你每次要去比对的时候 你就要把所有的资料都载进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计算 谁跟谁最近 这个很花时间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有 十几万笔 上百万笔的资料 你每一笔资料都要跟你的 你只要一个新的资料来 你每一个新资料 要做分类的时候 都要跟你的资料付所有的一百万笔 两百万笔都要去做计算 做比对 这很累的 这很花时间 所以它的代价就是这个 它没有花时间去学习 等到要去做辨识的时候 它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更加比较 算那个距离 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比较有效率 那要比较有效率的话 就是你要对这些资料做一个结构化的整理 比如说传统 你就说 你把所有的资料都拿来一起来比对 比如说这个是白色的 这个空心的这个就是某 比如说就是A类别 那这个实心的就是B类别 你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的类别跟 这个空心的类别跟实心的类别 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某种区域 它这边用了这种界限 把这两种类别区隔开来 所以今天你有一笔新的资料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看说这个资料是不是落在这个区域里面 如果这个它是落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 你就只要跟这个区域 你就只要去测试 这笔资料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内就好了 你不用跟所有的 这个假设100万笔资料 都一个一个一的去计算它们的距离 这样因为这样太累了 所以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记录 只要记得这个模型的边界就好了 所以这样多少还是学了一点东西 还是学出来说 我只要把这个边界把它学起来 那我就可以快速的比对 那这个边界的事实上就是由这几个点 比如说我就是由1 2 3 4 5 6 7 8 这8个外圈的点跟这两个内圈的点 就可以来决定这一个多边形的边界 所以我最后还是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我用这8个 用这8个外圈的点跟两个内圈的点 就可以来 我只要去测试 用这些点 少数的这些点 来去测试这笔资料 就可以判断它是属于哪个类比的 就是我们多少还是学一点东西 这样可以加速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减少那个判断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去认识一个prototype 去把一个雏形学起来 所以多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这样可以让你处理加快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你把这个 你可能不要用多边形 因为多边形来描述它 其实很复杂的 你可以用简单的长方形就好 比如说像这个长方形 就是代表说 这个是实心点的视力范围 其他的就是空心点的视力范围 你可以用长方形 用长方形来测试 就是你的那个资料 有没有落在这个长方形里面 是很容易的 因为你只要给长方形的 就是左上角的坐标 跟右下角的坐标 你就定义好这个长方形的区域了 任何一个资料点 只要判断 你要判断它是不是落在这个长方形里面 你就写一个简单的程式就可以判断了 只要比对一下 它是不是落在 就是它的它的范围 是不是落在这两个点之间 形成的长方形 就可以了 这个相对来说 就会比刚才前面这个 这个多边形 测试这多边形是比较困难的吧 这个不容易 可是要测试 是不是在这长方形里面 是很简单的 或者是这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你只要是落在 这个长方形里面就属于它 那落在这个 大的这个长方形里面的 那就是属于空心的 除非你是 这就是例外条件 它里面有一小圈的这个 例外条件就是它是属于 石心这个类别的 石心圆类别的 好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长方形的方式 来去划分你的空间的区域 让你在搜寻的 在去找最近邻居 在做这种分类的时候 可以比较有效率的 很快的找出 就是找出你的邻居 然后做你 完成你的分类的任务 好 同学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继续 剩最后两页我们就把它讲完 第三章就结束了 好 最后我们就看一下分群 clustery 我们说过分群它是 就是 非监督式的学习 所以它纯粹就只看资料跟资料之间 分布的状况 只要分布的很接近的话 我们就把它分在同一群 简单的分群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用几条界线 把资料分群 比如在这一群资料 就是同一群 然后这些就是第二群 然后这边就是第三群 用一些线条 然后就把这空间分割成三群这样 然后每一个空间就是一群 这是用线条来区割的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种 比如用这种椭圆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 你也可以用一个方程式 描述一个圆 或者像这种椭圆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椭圆内的 就是同一群 那当然有可能会有这种 所谓的交集的 有可能会是交错的 像中间这个椭圆 它就分别跟左边的 还有右边的这两个椭圆 就有交集了 像西这个资料点 它就同时被两个椭圆给包住 这个是用另外一种 用椭圆的方程式 来去描述你的这个群的 你这个群的范围 那这个是用直线 来去分割你的群的范围 一般都是用这种 一般这种比较简单 常见就是用这种 这个当然是比较复杂 而且还会导致说 你这笔资料 它可能会同时分属于 两个笔上不同的群 如果是用直线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样子 你的每一笔资料 它就会说 属于第一群的几率有多少 比如说属于第一群的几率有0.4 属于第二群的几率有0.1 属于第三群的几率有0.5 这个叫做几率式的分群 不像这个 这个的话 每一笔资料就只属于一群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 像这些资料 百分之百就是属于第一群 这个呢 就是属于第二群 这个就属于第三群 它就是不会有模拟两可的这种几率 那可是呢 如果说你要让这个群有一些 让这个资料 有这种所谓的比较弹性的 比较软性的 那它就会说 第一群的几率是0.4 第二群的几率是0.1 第三群几率是几率是0.5 好 我们把这种几率式的分群 又叫做Soft Soft的分群 就是比较软式的分群 那有比较软式也就有硬式的 Hard的那种分群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Hard 就是每一笔资料只会属于一个群 就是百分之百属于那个群 所以这叫Hard的Clustery 那这种就叫做Soft的Clustery 那这两种都很普遍在用 就看你的运用的情境 那再来右边这个图 这个叫Dendrogram Dendrogram就是用树状的方式 来去呈现你的群 那怎么来看呢 比如说B 比如说像G跟A 它们就属于同一群 然后这个 这个是C 还有I 还有E 这三笔资料是属于同一群 然后这 这两个小群 这个小群 跟这个小群 又可以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群 所以这个群跟群之间 可以有阶层的 变成一个有阶层的群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群 这有一个小群 但是它们两个又合起来 所以这样这五个呢 又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群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两个就一个小群 然后这三个呢 它们就有一个阶层 有没有 你可以看得到 可以画出一个阶层图 然后这两个是一个小群 然后最后它们这三个 三个这个中等大小的群 又合并起来 有没有 它们最后又合并起来 所以又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超大最后的群 就是一个阶层式的 就是这个分群你也可以有阶层式的 那画成一个树状图 来去呈现它 这个叫Dendrograde 这个我们在后面都会做 第四章的时候 就会再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好 我们第三章就讲到这边结束了 明天开始我们就继续介绍第四章 那我就停止录制了